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风速PP801汉马越野车安装视频 这边纸箱大家收到货的时候 把车子还有所有的配件礼物那些 全部从箱子里拿出来放到一起 就整理一下 等一下全部都需要用到的 然后先把车子抵朝天 抵朝天之前先把两个电机缺口拔掉 这两个是电机驱动齿轮箱 先把它放到一边 然后把车子抵朝天 先固定车头前保险的一个塑料架 管的这一边是固定在这边两个眼上的 长的一头要塞进去 轻轻地抵进去 找对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找到螺丝抱 把螺丝整理出来 像双区的话 这个轴套只要六个 说明书上写了八个是不对的 因为后轮的话 有两个已经给你安装好了 只要六个 然后先把八个大头螺丝找出来 大头螺丝 八个大头螺丝先放一边 先用小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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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HV 清楚吗 嗯 好 好 这样就固定好了 然后有一根后轴和一根转向档 先把转向档 从这边 这个是电机 转向电机 有一个凹槽的 这个小铁罐到时候卡到底 从这边穿过去 车子抬起来 小铁罐卡到转向电机的凹槽里面 卡到底 然后把车子翻过来 然后这边捅出来的 然后找到方向盘 我们寄过来的时候 方向盘里面有电池 车牌 保修卡什么的 MT3数据线钥匙 大家注意一下 希望不要弄丢了 先把它换到一边 然后把方向盘和音乐盘的接口接好 接好以后从这边上面扇形的孔里面穿过去 这个塞到里面去 然后这边对上 转向档从底部往上顶 顶上来以后 方向盘的圆孔和转向档的圆孔对上就可以了 然后找到一个长螺丝 它有一个螺帽 长螺丝从这个圆孔里面穿过去 把螺帽塞进去 这样拧紧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车子搬过来 搬过来找到一个铁架子 这边有两个螺帽的 对着车身的塑料大体 先装前轴塑料支架 也是用小螺丝 发的小螺丝 然后再把铁架子搬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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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没有 手直到不知不知道 然后再把铁架子搬上去 对着车子搬上去 然后再放这个铁架子 有罗帽的对着下面车体 然后把转向和铁架子的穿过去 穿过去以后 这边沿对上以后 用八颗大螺丝 八颗大颗螺丝固定好就可以了 它就固定好了 放一个垫片 这个是自所罗帽 拧紧就可以了 它不会滑脱的 拧紧以后 这里是有缝隙的 没事的 这个是我们送的扳手 你罗帽的 拧紧就可以了 然后安装前轮 前轮后轮的区别 后轮的话 有后轮连接件 我们寄过来的时候 已经安装好了 大家到时候自己把周围四个螺丝 再拧紧一点 有时候拧得不紧 拧紧一点就可以了 这边是前轮 像这种轴套的话 六个 我这边已经安装好了 这边的话也是 然后找到 四个大轮部 找对柜子 它卡进去就可以了 它卡进去就可以了 后轮的话也是 记得轴套先放进去 这里面有掉轮子 我这边就不装了 轴套记得放进去 后轮的话也要放一个轴套 我先把两个后轮放到一边 后轮的话只要留两个垫垫就可以了 其他的用到前轮上 先内侧放一个 然后轴套套好 从这边套进去 这边也有一个轴套 然后里面各一个垫片 感觉松的话 你这边放个一个两个垫片都可以的 我们就放一个好了 这个塑料的话 有时候不结实 大家拧的时候轻一点 小心伤到手 拧点就可以了 稍微有点缝隙没事的 要保证前轮能够正常滑动 你的太紧了 轮胎卡住了 他车子就开不动了 另一边的话也是 感觉松的话 可以多加一个垫垫 我们这边就放一个就可以了 同样拧紧 要两根垫子都能够 然后有四个轮骨小心 这卡到这边的 等一下 有一边的话有槽的 先把没有槽的这边卡进去 有槽的这边用手扣一下 把它扣进去就可以了 在卡进去就可以了 另一边也是 可以拿个螺丝刀底下 因为有点紧 它卡住就可以了 不会掉的 这样的话前轮部分就安装好了 下面安装后轮 后轮的话 现在找到两个电机驱动齿轮箱 有两个驱动 有一个驱动上面写了一个右字 右字的话 车子底朝天 安装在左边的 把后轴穿过去 这个是后轮的避震 前轮的避震 前轮的避震的话是两边两个 试一下 可以震动的 后轮的话也是 但可以震动的 写了一个右字的 从车子底朝天 左边 穿过去 这边接口从椭圆形的孔底穿过去 到时候接口要接一下 后轴两边均匀一下 然后里面放一个轴套 外面把大轮钩固定上 电机的梅花扰槽和后轮的连接键 凸出来的梅花卡紧 就可以了 另一边也是 两边不动用的话 这边抄过去 然后放一个电片 螺帽拧过去 先稍微拧一下就可以了 另一边也放一个电片 一个螺帽 后轮的螺帽要两边 同时用力的 不然拧不紧 好 两边头帽差不多拧紧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太紧 你的太紧把轮胎卡住车轮转不动的话 车子就跑不动 有马达声音的 然后同样两个小轮故 轮故小轻 轮故小轮 轮故小轮 轻轻的敲紧就可以了 小心这一层银色的镀膜掉了 这样的话后来也弄好了 然后把侧子放过来 这边的马达接口 分别有两个没有插的接口 随便插一个接手 然后找到车钥匙把它插上 打开钥匙的话 这边有一个电量显示 这边音按调节 如果没有音乐的话 把这个旋钮往右边拧 然后按一下 我们有送一个N73数据线 这根普用的时候 千万不要插在车子上面 不然的话是没有音乐的 要拔下来的 外接手机或NP3的时候 才能插上去 然后先看一下灯光那些有没有 车子的功能是否正常 如果打开钥匙没有反应 这些屏幕都不亮的话 先看一下座位下面 这边的话是电屏 像右边的话是用一根红线 成半圆形状态串联起来的 左边的话 孔里面它有一边是有一个红点的 插着一根红线 这个小铁片下面有一个红点 没有红点的黑色的插着黑线 看看有没有松动 插好的话电屏就接好了 然后先测试一下车子的功能 用遥控器那些 这边按键选择好 像高低速选择一下 前进后退选择一下 手动遥控选择一下 测试一下车子 我试一下手动 前进高速 手动轻轻的踏一下 钥匙打 车子就跑了 后退 车子就后退了 这说明功能正常 如果车子不跑的话 你检查一下座位 下面的这些接口 哪个接口后面 有的有两根线 有的有三根线 有的有四根线的 看一下后面的线 或者铜片有没有掉出来 检查一下 一切正常的话 就可以了 有时候线有松动的话 车子不会跑的 大家检查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这是一个导封板 导封板的话 这里卡进去 把这些卡扣 还有这里的凹槽 全部对准 按下去 卡到底就可以了 我这边的话 就不示范了 到时候拆起来很麻烦 像这些东西的话 就经常放在座位下面 放在座位下面就可以了 先后面这里卡住 这里有一个槽的 刷刷会有点 我卡在上面 上面这个槽里哦 我卡错了 卡好以后 安全带往边上 把这边有两个螺丝眼 如果是稍微拧紧就可以了 保证通电的情况下 把座椅安装好 不然不通电 到时候座椅再打开很麻烦 看这边有一个灯架 还有两个圆柱支撑架 把它卡进去 这样卡到底就可以了 这边有一个灯线接口的 可以拉长的 这边也有两个胡椒 带这边三个凹进去的 是放在这边的 另一边的话 是这样的 先把这个线 从这边的孔里面穿过去 里面有一个圆红 穿过去以后 再把这个卡进去 两边都是 然后先放上去 把里面的结合结合 八尺 也好 好 是 五分钟 就好 了 再到这边 到这边 再来 一边 好 再来 我们就好了 转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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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紧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架子 图折的卡扣和凹槽全部卡进去 这边两根眼对上 稍微全部对上以后 整个用力的往下按 按好以后再把这两边用力往下按 全部卡紧 车子就安装好了 排气管的话有1号2号的 把车子侧放 帮我扶一下 小时候再用刷漂亮 易化的话是装在车子左边的 这边的贴纸对着外面 然后螺丝眼背上 这边拧紧 这边有个素质衣打是装在车子左边的 然后这边的话还要拧两个螺丝 拧好以后有一个排气管贴纸 往上一贴 螺丝就看不见了 另一边也是 这边一边有一个排气管贴纸 好 好 这边是 我先把鞋子弄好 贴纸一贴 这样整个车就安装好了